哈囉我是Kiw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比較特別 是我今天要去醫美診所 然後我想要去諮詢 關於臉頰就是左右兩邊臉不對稱 還有輪廓線的問題 就是我 因為我脖子不算是長的 我脖子比較短一點 然後就覺得 每次拍照跟拍影片的時候 比如說這樣動一下的時候 就這邊就會有雙下方跑出來 然後還有輪廓線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我骨架比較小 所以就想要想辦法 看可不可以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線條 這樣比較好看 然後還有左右臉不對稱 我左右臉不對稱是蠻久的事情 就是我兩邊拍照的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當然也包括眼睛啦 只是我現在是想先改善臉頰的部分 就是讓左右兩邊是 平均一點點 所以今天我就會帶著相機一起去 然後跟你們分享說 有什麼方式可以瘦小臉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就直接做療程 然後再跟你們分享結果 現在在故事的路上做捷運 等下都要到人鎖了 有一點緊張 然後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會有什麼方式可以瘦小臉 你會有什麼方式可以瘦小臉 然後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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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會出現一個超音波的話 那很像就是我們在 那很像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做這個 這個造寶寶超音波 就是可以看到 你的顴骨在原本的位置 可是肉逐漸往下掉 所以你會造成臉頰的凹陷 你鏡子你拿著 然後稍微拿平行的 然後遠一點看 這樣不是要接近於 平常人看你的臉的 視線的角度這樣 然後你看著鏡子 你跟我說你在意的是在哪邊 這邊 OK 好 好 你看著鏡子喔 我跟你說 你看喔 以你的臉來說的話 人的臉都是不對稱的 左右都是不對稱的 那只是有的人多 也真的少而已 以你的臉來說的話 你的右邊的這一塊 嘴邊的肉呢 會比左邊這一塊 還要來的小一點 如果你仔細的去 左右對照的話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下巴也有一點點 微微的偏你的右邊 就它不在正中線上 這樣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 好 所以呢就是 如果你想要調整這一塊的話呢 欸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你的側面 好 你看喔 就是這一條線是很長的 好 就是整個輪廓線 並不是只有一個點而已 它是這麼長的一條線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要調整的話 我們要針對這一段 跟這一段 來做不同的 就是治療 那如果我們想要改變 我們的臉型輪廓線和嘴邊肉的話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在中間的這一半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水打音波 以前是用電波 現在是用音波 那音波它的特色是 它是沒有傷口的 就是我們想要去 用某一種方式去刺激到我們的筋膜層 讓它手鎖 這樣的話 這一塊的組織 它就會變得比較緊緻 它就會像這樣子 它就會像這樣 微微的 就是縮進去 微微的縮進去 皮膚會變得比較緊緻 打完之後呢 當下就會看得到 大概一兩層的感覺 然後 一到三個月當中 它效果還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緊 所以最近都非常非常的風靡 好 然後還有最前面這裡 你仔細看 你稍微看一下你的側面 就你看喔 如果放一支筆 讓你稍微一點短側一點 然後眼前看著鏡子 如果放一支筆在這裡 碰到我們的鼻子 還有我們的下唇的話 我們的下巴 應該也要去碰到這一條線才對 這樣三點連線的筆筆 會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這邊還差了一點點 前面還差了一點點 這樣子 稍微再出來一些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正面 好 來 下巴高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你的下巴有一點點平右邊 所以我們在這邊 稍微把它打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去調正回 下巴回到中線的位置 那 正面看會變更長嗎 正面看大概不會 因為最長的地方其實在這裡 我們在調整是前面這一小段 所以它其實呢 看起來臉會變肩 但整體長度不會變得很長 那你下巴稍微抬高一點點 長度我們要控制在 如果我們的眉毛 跟我們的鼻子的下緣 我們這邊當作一把尺的話 我們下巴大概也要這麼長 大概是1比1的比例 所以我們大概控制在這樣的比例下 所以大概不會拉到太長 這樣比例夠才不會不對 這樣OK嗎 好 那 當我們 你看喔 你的下巴的這一塊組織啊 是比較緊的 什麼是比較緊的呢 我來 我稍微整理一下側邊 像這樣就比較鬆 然後這邊比較緊 就是比較難拉起來 像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表示這邊的空間也是比較小的 如果我們點重複進去的話 來你做一下嘟嘴 最近你做一下嘟嘴動作 用力嘟 你有看到這邊有一些紋路跑出來嗎 是 就是我們下巴的肌肉 比較強壯的關係 這個時候我會見面啊 再施打完 會正行 把它做完調整之後啊 會打一點點的肉毒 再局部讓它放鬆 這樣的話 我們施打了為整形 才不會因為下巴的肌肉 每天不自覺的帶動而跑胃 這樣 好 所以我會見面這邊 局部吃大一點點的肉毒 讓自己的肌肉放鬆 好 我現在卸完妝了 然後等一下要直接打 冰箱啦 體跟下巴 希望就是今天打完 這邊肉肉就可以縮進去 好 好 還好嗎 嗯 他 擦 當下看得出來 好 本來是右邊是比較垂的那一邊喔 下巴等一下打完會覺得比較尖 長不會比你的比例是對的 只是形狀有一點寬 這邊比較痛耶 大部分都是左邊比較痛的不知道為什麼 有啊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左邊有沒有 就是通常打完音波兩三天會比較腫一點 對 之後就會變得比較小但腫你不要冰敷 因為你冰敷它就是破壞它的熱能的作用 對好你看正面 你的兩塊嘴邊肉在這邊有一個凹陷的感覺也減少對不對 這條線變得比較直 有嗎你看得出來嗎 好你看這個角度就還是比較大的 這個角度比較大又出現了這樣 你還有50發就是要在這個時候加強用的 再補一點喔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又拉上來了對不對 躺著看肚子的也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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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遠一點 好 右邊又稍稍的比左邊還要來的高一點點 然後我們有幫你加強輪廓線 所以這邊就縮進去了 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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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可是你要看整體的感覺 你有before照嗎 如果你現在拍after照的話 你還是會覺得比剛剛還要來的小 這樣OK 對 好 等一下打針的時候保持呼吸 不要憋氣喔 好 那你今天打的是這個 小雅燈 小雅燈 好 它是波浪山的一種 好 來 來我們準備一下 稍等 如果很痛跟我講喔 好 很痛啊 頭暈啊 不舒服啊 你跟我講 我們就可以隨時暫停 等一下會有一點 腫腫脹脹脹的感覺 是正常喔 但如果真的太痛 受不了再跟醫生說 嗯 打一點可以調整 比喻 側面比較出來一些 然後你看正面 好 正面原本這邊有一個 平的 對 還記得這兩個點嗎 這邊是比較平的 最長的地方還是在這裡 但是我們調整了這一塊 多了一點點俏度 原本是比較平 比較沒有弧度 我們調整這個地方的時候 會讓眼型看起來更VR 長度沒有更 沒有長更多 基本上沒有 因為這個長度基本上還是一樣的 嗯 這是弱毒 但還好很快就過了 那它多久會有效 通常也是 弱毒下巴也是大概一個禮拜 一個月 沒有一個月是小臉 對 弱毒下巴大概一兩個禮拜 你就會慢慢感覺得出來 但它其實 弱毒下巴主要是除皺 跟讓你 因為剛剛打了下巴 你的活腦酸 不要讓它往上揪起來 所以它其實是讓你的下巴的肌肉放鬆 讓它比較定型 對 好 剛剛打完了 然後 效果 感覺皮膚變很好 然後 現在剛打完還是會有一點點腫 過一兩個週之後會消腫 然後下巴就是已經不會皺了 這樣 一點點 但是大約也是要一週之兩週的時候 就是效果才會最好 然後我之前還蠻 介意就是我下巴只要 笑或是動的時候就會皺皺的這件事情 那現在打完之後就不太會了 因為我之前一直不知道 要怎麼解決這個皺皺的那種 感覺 就是我覺得拍照不好看 或是督嘴不好看 雖然我很少在督嘴 然後 就是可以解決這問題 我還蠻開心的 然後側面還蠻好看的 給你們看一下 側面的線條變得還蠻好看的 側面的線條變得還蠻好看的 那之後就會再記錄 就是束後一週 束後兩週 到束後一個月的效果 給大家看 在這一次 其實是最初的 再記錄 我會拍攝 超級多的 我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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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